而且平时见到的这种 很多的珊瑚虹的彩 都伤得非常严重了 有很重的使用痕迹 这只几乎连使用痕迹都没有 几乎连使用痕迹都没有 而且它的豆青柚的柚水也是特别的肥厚 是的 柚主要是柚水好 对柚水特别的好 那么现在最近住价是7万4千元 如果这个价钱也是出门一拐弯就能挣钱 我来来看看参考 21年的时候 21年的时候 哎呀 完全一样的品种 是的 就是这件 是 还就是这件 10万5千8 好 当时就10万多 现在最新出价是7万8千元 莫老师的7万8 有没有最新出价的 如果没有最高出价的话 那我们这边就要开始倒数了 再看一下这款写的非常的精 整个手头非常的 镇手 对 很琢磁那种 包括修胎 一个非常棒 它圈足的宽度也很宽 看一眼 看一眼这白柚 质的 还有一个老的签 两个老的签 都是真的原装老的老签 这个签 这个签离我家住的还不远 青花发色也好 这只它是先需要单烧青花和这个豆青柚 烧完以后出来没有问题以后 然后上防红彩 再低温烧 最后成型 这只我建议大家不要错过哈 当年还拍了十万五千八 感谢老师的关注 大家点赞加关注 关注永宝斋的抖音直播拍卖 现在呢是七万八 看看哪个老师凑个子 金甲阶梯 两千人一手 下一手是八万 还有呢 这个碗的来源 大家得要分享一下 它是汉海固存的 是 是来自文物公司的 宣武 特艺 什么 经营管理处 当时是六十 六十块钱 一顿 这个老朋友签 那这个是真的老朋友签 不是乱贴的那种 然后呢 这个就是酷 就是那个文物公司老酷 酷腔 这个碗不用说了 真的是 一眼过后 干净完美 漂亮 一汪水一样 那有谁 那个啊 有喜欢的 来个整数吧 我们就 其实 卖多少算多少 是的 这就是 敲了之后 我再告诉大家 我们的本钱是多少钱 要不然大家都不知道 以为 那个 不知道是多少钱 好的 现在最新出价是莫老师的七万八千元 那如果没有最新出价的话呢 我这边继续倒数 七万八千元第一次 七万八千元第二次 七万八千元 七万八千元 最后一次 阿萨老师加油 加油 等一下 小魏 当年我们买这个碗 多少钱呢 当年我们买这个碗 十二零五千八 就是这个 十万零五千八 加了佣金了 我以为十一万 差不多了十一万 我们的本就是十一万 那么 今天 看看 有人喜欢的 就七万八了 七万八吧 就七万八了 七万八千元 最后一次 没办法了 五 四 那么好的一件器物 三 二 一 好 恭喜 莫老师 来 本场最后一件 最后一件拍屏 下面有请我们本场的第十一件拍屏 我们现在还不到十一点 要不然再来一个喜隆隆 好啊 也可以啊 再来一个喜隆隆 这老师要给大家送福利了 这个喜隆隆 喜隆隆 是我们跟 敏隆陶瓷 合作的一款 龙 今天不是龙年吗 配合龙年 那么我们不是卖的 是送的 那么这款的喜隆隆 是特别设计的 就不是说 就随便一个词的龙 它呢 带有很多 信息 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里面的 首先龙呢 是比较难设计的 你要设计它凶猛 这个什么很容易啊 但是你要设计到它 非常可爱 老赵都喜欢的 那真的不容易啊 是的 那么这款喜隆隆 终于面试了 它是 第一 是 宫廷的黄 有说明黄 也有说是这个 这个这个 皇家的黄 这个就已经是 与众不同 远远都能够看得到 看得很高兴 同时呢 我们还配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在里面 嗯 它的额头 它的额头啊 是一朵什么 祥云 祥云 嗯 是吧 然后呢 这个脖子 还有一个 金的 一个小环 嗯 那这个小环呢 是叫 平安寇 嗯 然后呢 呃 呃 它这个脚趾啊 它分了三个颜色哈 天地人 哈 一起分享 嗯 哦 你别以为 它后面啊 它的小屁股就没有 任何东西了哈 哎 在尾巴上 还有一个 古铜钱 嗯 而这个古铜钱呢 就是这个什么 方 从中间方的那个 偏远地方 偏远地方 方孔的 到底 到尾 嗯 都是 富有的 是的 是吧 然后呢 还有我们 有马载的楼骨 这个光啊 不一定能看得到 嗯 是印 金的 看到了 啊 有马载的楼骨 希望呢 能够好好地 这个这个这个 算是一件 小小的啊 啊 龙年的小礼物 好吧 那么我们打什么字啊 我们就啊 啊 送给大家了啊 啊 还有呢 得过很多奖啊 是啊 是 我们得过很多奖啊 得过很多奖 又是有收藏证书啊 对 获奖证书 嗯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出的证书 嗯 而且呢 还有收藏的一个啊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介绍啊 好吧 不卖都卖啊 出不到买一个行不 不卖的 我们下次拍卖的时候再送 对 您这个时常关注着我们的拍卖 我们每一场拍卖都会往外送的 都一直送 好吧 一直送 好的 好的 那我们贾老师 我们就刚才是那几个字吧 那句话吧 嗯 这个无瑕大卖 好 无瑕大卖啊 无瑕大卖啊 无瑕大卖四个字 呃 打到公屏上 然后呢 注意啊 一定是我们的粉丝 并且是要加入我们的 点亮我们的粉丝灯牌 对了 加关注 这要点亮灯牌才可以哈 以后我们截屏 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 无瑕大卖啊 然后我们这边开始 那个 九老师说 嗯 他建议啊 凡是今晚买成的人啊 都能够有一个喜龙龙 啊 OK吗 不OK 我们一共就没那么多 哈哈哈 但是可以买 如果九老师买到了 可以送九老师 九老师 这些天已经有一个 哦 有一个 那你不能送吗 九老师今天也买了 啊 也买了 今天也送 也送 好 来 那 翟老师倒数 倒数了 九老师截屏 五四 三 二 一 我看看啊 这是谁啊 呦 九老师 真的 稍等 我把这个截屏 那个截屏一个买掉一个 然后我在 你是不是暗箱操作啊 我没有暗箱操作啊 哈哈哈哈 来 你看 来 我们看一下 九老师 嗯 是 不知道是有几个九老师啊 是是是 我看这是多少级的 九老师 二十三级的九老师 好了 恭喜了 九老师啊 呀 有两个九老师 我发现 九五二 七 二十三级 再看看另外一个 前面有一个二十三的那个 九五二十七是九二十三级的 嗯 那就九五二七 然后九老师是十级的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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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老师啊 二十三级的九老师 对对对 二十三级九老师 好的 九五老师四十一级的 对 来吧 好的 那下面就迎 请祝我们本场拍卖的最后一件拍品 对 九五二七 是一件青浅龙的青柚鸭罐 高度呢 是十九点五厘米 这个小罐子 这一看这又水 是 真是让人舒服 就是你种了 九二七 这九二七一直就守在我们的直播间 是 谢谢啊 那铁粉啊 嗯 我们看一下这件罐子的底 来先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底 小魏啊 我们也卖过一个倒光的啊 卖过当时也卖十几万啊 对 倒光十几万啊 啊 倒光十几万 那这件呢是乾隆的月牙罐 OK 为什么会叫月牙罐啊 来我们看一下月牙罐的 好 因何得名呢 因为他这个耳朵呢有两个啊 像月牙的那么一个一个一个耳 所以我们叫月牙罐 噢 那当时在宫廷 他装什么腌咸菜的 噢 那个装茶叶 那应该是名贵的茶叶 而且这个在清宫展当中呢 也对他有过专门的记载 在清宫的时候 他不叫鱼耳官 他叫 噢 他不叫月牙罐 他叫鱼耳官 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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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的耳朵 噢 噢 所以说在当时是有专门的名称的噢 噢 鱼耳就像鱼塞似的噢 噢 后来可能以刘家说词 对 对 所以像这种东西 你想能在清宫展当中 能对一个平平罐罐有专门的名称记载的 可见 他在当时应该是比较珍贵的 没有珍贵 就像我们现在从来也没说 给哪个这个什么茶叶罐子单独命个名 对吧 没错 因为他太普通了 但是这件东西在清宫的时候 就专门给人叫做鱼耳官 所以说可见在当时的珍贵之初 没错 而且我们从这个视觉效果上来看 他确实就让人 哎呀真是打心底里就喜欢 很雅 对很雅 你看就是你看通体是素面的 嗯 他就偏偏的两个小耳朵 嗯 然后若隐若现的 然后装饰在这个旁边 嗯 嗯 你看真是若隐若现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古代的这个工匠 他真的这种创作性非常的强 对 那么多耳他不用他非得 他就用在半月的 半月的对 非常简洁 但是装饰性极强 这就是这个雅到极致 雅到极致 雅到极致 而且再配上这一瓦 这个水汪汪的又水哈 非常的匀静 一点没有说口言就薄了呀 或者哪有机油啊 没有这种情况 上下是一色的均匀的 所以啊 这个乾隆的月牙罐 对 在那么淡雅清雅的一件 产品当中 如果摆在架里的书房 摆在柜子里面 相当相当好 对而且也有身份啊 一个乾隆的 因为像这种的 从湯西到道光可能都有 比如说道光啊 什么的可能建的多一些 乾隆的嘛 毕竟年份也好 对 而且保存也好 没有什么磕碰啊 这种 嗯 这回真是学习了啊 这个呃 袁老师说清工党是鱼耳罐 但是查了好几本书呢 其实每一本书 对他的命名也都不一样 好 咱们也来看一下哈 南京博物院呢 这个是 也有一支乾隆的 他的命名呢 是窦青佑日月盖罐 日月盖罐是引流斋说辞里的 这个叫他 对是后期的 所以后来就延续了这个成本 对但是另外的书也有个人 不同的叫法哈 这个书是这样命名的 日月盖罐 你看他的这个月就不用说了 就是他那个耳朵 但是他的日从哪来呢 实际上是他这个盖子啊 圆的太阳 所以是这样的日月盖罐 这个是乾隆本年的哈 这支跟我们的气形几乎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记一下 我一会要跟大家分享康熙的 康熙的时候跟这个气形就有变化了 好一会给您看底啊 就是南京博物院的一支 然后呢 另外的呢 大家看一下命名就有变化了 还是这本书哈 这本书真是他翻烂了是有缘的 哈哈哈 他是比翻烂了 来看看这个 他的命名呢 就有变化了 他是叫的 翠青佑 岸尔 盖罐 岸尔哈 岸克的岸 叫岸尔盖罐 这个是康熙的 这个是康熙的 康熙 对康熙的 这个是中国台北国工厂 那这个没口 对 好 这个没口 再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呢 也是康熙的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变化的 看这个 我今天查的时候看到了 因为平时很少见 所以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哎 你看这个叫什么耳 如玉行耳 他写的叫拐耳 他写的天蓝佑拐耳没平 拐是拐杖的拐 天蓝佑拐耳没平 这也是康熙的哈 很神奇这个耳朵哈 但确实挺像如意头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肯定是个如意 对 顺便 不过他们叫 对 好 这个也是康熙的 这个也是康熙的哈 哎 这个有款了 看大清康熙念志 哎 他写的也是悦癌尔盖罐啊 康熙的 康熙的 这种也不是每个朝代的 好像查就是 康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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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匽畅 康熙的 这件哈 它好在哪里 整个颜色均匀 对 它比我们一般 见到的那种热压 这个颜色呢 还是 天綠一點 大多數偏淺一點 我認為這個顏色的右色非常非常漂亮 君女一點瑕疵沒有 乾隆官窑啊老弟 剛才那個光緒 屯鳳的那個都七萬八了 嗯 這個是乾隆的 東京有 是不是 對 多漂亮的一個罐子 現在我們的最新出價是84000元 84000元 給大家看看這個參考價吧 10年的香港加士德 這個是帶蓋兒的 10年哈 但是也十多年前了 帶蓋兒的 這個當時是拍了30萬港幣 10年香港加士德春拍 這個帶蓋兒的啊 乾隆本年 然後呢 給大家看幾個不帶蓋兒的 06年北京漢海 16萬5 06年的北京漢海 16萬5 這個沒有蓋兒的啊 就跟咱們一樣了 再看一個沒有蓋兒的 那大家都沒蓋兒的話 我們這件 應該也要值10萬20 嗯 我覺得不值啊 這可05、06年 你看這個05年中國 20、30了 對 得這個價 這個是中國加德05年的 你看也拍了10多萬 05年呀 這就快20年了 對 當時都10多萬呢 都是沒蓋兒的啊 05年了 那就20年了 對呀 當時都10來萬 當時這都10多萬呢 噢 所以說這個現在確實應該是20多30的價錢 要30 雖然沒有蓋兒 雖然沒有蓋兒 但是我覺得這樣也非常漂亮 噢 現在我們最新出價呢 是男老師的8萬4千元 剛才那個老師說想再看顏款啊 那就給您老師再看顏款 我記得您說的呢 老師 這問題還沒說 我就給您翻款了 8萬8 感謝 10多萬都是20年前的紀錄了啊 所以現在大家真的要慎重考慮一下 好的 那有蓋兒的啊 原本是有蓋兒的 如果沒有最新出價的話呢 我這邊就繼續倒數了 嗯 剛才給大家看的圖片 這個包括康熙年建的 都是有蓋兒的啊 我們這支沒有蓋兒了 但是大多數市場是見到的 都是沒有蓋兒的 現在是8萬8千元 蘇老師的8萬8 8萬8千元第一次 8萬8千元第二次 9萬 蘇老師的9萬 9萬元第一次 9萬2千元 蘇老師的9萬2千 9萬2千元第一次 9萬4 蘇老師的9萬4 9萬4千元第一次 9萬4千元第二次 9萬8 9萬8千元第一次 9萬8千元第二次 9萬8千元 十萬吧 十萬 十萬元第一次 10萬元第二次 10萬元 5萬8千元第一次 9萬8千元第一次 10萬4千元第二次 10萬8千元 mostrar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